你知道如何驾驶近三万吨的巨轮在远洋航行吗? 你知道船舶驾驶舱是什么样子吗? 近日,记者随驾驶员程号走进远望七号航天测量船驾驶舱, 一探海上航行的秘密。 走进驾驶室,五个操作台一字排开, 最中间的是主架控台, 全面地集成了各种驾驶操作设备, 最两边的是两个辅助架控台, 用于停靠与驶离码头时,驾驶员观察侧面情况。 主架控台与两个辅助架控台之间还分别有两个操作台, 承担了一些对航行来说相对次要的操作, 如广播、船内监控、雨刮、灯光等, 其中驾驶操作主要在主架控台上完成。 我们首先看动力系统, 在汽车上我们叫挂挡位, 那么我们在航海上来说就是车中, 不一样的状态下需要不一样的动力, 那么就需要把不一样的车推到不一样的档位。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岗位上人员操作的是这个叫舵, 舵相当于这个汽车当中的这个方向盘, 那么通过它来调节这个船的航向。 我们船还具有这个撤推功能, 那么在这个需要的时候, 船能够自动的这个通过撤推来改变它的这个船头, 船头的朝向。 此外,操作台前方及上方还放置着各种仪表, 让人眼花缭乱。 陈浩告诉记者, 由于海面上没有参照物, 需要通过这些仪表来了解航行情况。 在这个水道里面是显示不出来这个航道的, 所以说就需要你去对这个航向的一个判断, 就需要我们这个螺金来显示这个螺金, 这是我们用的一台磁螺金,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古代时候的一个螺盘, 就是三方位这个舵脚显示器, 作用就是对我们随手在操作过程当中, 这个舵脚的这个方向进行了相当于一个放大镜的功能。 记者注意到, 当值的舵手并不需要实时控制着操作台上的设备, 陈浩说, 这是因为船舶目前处于无人驾驶状态, 正自动按照设定航向前进。 此时舵手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面情况进行瞭望, 而这一工作少不了雷达的帮助。 雷达的作用在我们航行过程当中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, 相当于开车过程当中导航仪, 那么在我们船舶航行的过程当中, 在茫茫大海中, 那么由于这个试据是这个有限的, 同时呢, 由于海况的不同, 海浪的影响, 那么对目标的识别呢, 也是有限的, 那么就要通过这个雷达, 对我们需要识别的目标进行证别。 尽管远望7号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, 但驾驶室里依然需要24小时有人职守, 每个班次4到5人, 那么他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? 驾驶员呢, 相当于是脑袋, 大脑, 驾驶员的助理员呢, 就是要对驾驶员他的这个, 他的意图进行理解, 给他提供一些更详细的参数, 那么到随手这一级, 就是负责的更多的是具体的操作。 程浩说, 航海技术可分为经验航海与科技航海, 经验航海指的是通过人类历史上积攒的天文地理知识, 对方位、航向等进行判断, 而远望7号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科技航海, 通过集成化、自动化的各种设备, 精准而可靠地在大海上行进。